大家好我是阿天 那來介紹一下 國服有些不一樣的玩法 而且我覺得還真的蠻好玩的 我們點右下方的玩法呢 是多了一個萬變謎語 這個我們等一下再來講 我們先來講妖精迷宮好了 妖精迷宮的話呢 在國服的修改之後變得比較簡單 然後呢他每天可以領獎 那妖精迷宮最多的話呢 超過180層了 200層的話呢可以獲得這個神器 這個神器的話呢對競技場幫助非常大 因為呢開場有護盾 因為開場那種切後啊直接秒的話呢 其中一個輔助或者是不是主攻擊的角色 裝備這個神器的話呢 可以有效的防止開場被秒 那另外繼續往後的話呢就是一些卷軸的 所以最重要的話應該是在200層哦 那我們來看一下 妖精迷宮打起來還是需要這樣子爬迷宮嗎 我們點擊之後呢就直接進到了這個戰鬥裡面 然後呢我這邊隨便選擇一個推圖的陣容 這個妖精迷宮的話呢 他就不需要補血了 打完之後呢大家的血都會全滿 所以我這邊隨便選一個陣容 然後我們點擊自動挑戰 好稍微換一下神器 然後這邊呢左下方會顯示自動挑戰中 那也有這個三倍加速 自動挑戰 現在是這個妖精迷宮的第18層吧 那我用的角色其實一開始對啊 因為我沒有課金嘛 那就那個紫骰子抽到什麼那就玩什麼吧 好我們獲勝了 然後呢這邊就是一樣後他右下方自動挑戰 就跟你掛機打裝備啊 哥布林啊那個地精據點是一樣的 所以說呢他這邊會自動戰鬥非常方便 你可以手機放著然後去做其他的事情 那我們這邊就掛一下吧 另外呢也是一樣嘛儘量爬 然後他這個是有每日獎勵的 所以呢你一開始爬的比別人快 你每天獲得的那個獎勵就會比較好 他的獎勵是元素清河 所以就可以讓你的混合點快一點 那國服的話呢混合的等級變得比較多 所以說呢在一開始啊什麼生命跟防禦啊 其實你點多一點的話呢 就整體的戰鬥力會變高一些哦 才說要掛網呢就卡在20關王了 20關王的話呢會不斷上毒傷 但是我們現在效果抵抗非常有限 所以說呢很難抵擋他不斷的幫我放上毒傷 這邊毒傷你沒清掉其實也沒關係 因為你只要被上毒傷 他的傷害就會提升了 那之後呢要怎麼對抗這個boss呢 就是這個效果抵抗要增加 但是現在裝備不是很好 那我們就先提升自己的這個素質吧 首先先把裝備裝上之後呢 我上了一個恩娜哦 恩娜可以清除毒傷 其實我覺得這個可能就是快速戰鬥會比較好一點 但沒關係啦 我這邊的話呢就是希格莉德 然後呢火主角 那另外呢火主角不要忘記給他升技能 主角的技能書呢是獨立的 隨著主線會慢慢進行的 所以說呢你可以盡量的吃這個不需要重置 那其他的書本呢在遊戲一開始的時候呢 是時間限定可以重置的 譬如說我們點擊恩娜好了 譬如這隻boss可能需要恩娜的這個技能 然後清掉這個簡易 那我們就給他吃下去 吃下去之後呢 這個時間就縮短 本來要23秒變成20秒 那這邊有限時免費 好像免費次數是30次 不過呢再過兩天15小時免費次數就沒了 那我現在升完之後呢我看一下 火矮人也升一下吧 技能 這個是比較珍貴的技能書 OK 火矮人是絕對要升滿的 因為他真的是非常非常坦 然後我們再看一下 然後我們再看一下要升誰勒 希格莉德要升嗎 喔希格莉德我已經升滿了 抱歉 對 因為他是我競技場的這個主要的這個攻守 好 那我們就直接開打吧 Go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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然的話吃那個食物也是可以啊 好 但沒關係喔 我的這個裝備大幅的提升了 然後恩娜的大招速度也變快了 好清掉簡易 但是呢你清掉簡易你看對方有沒有藍色的 這一個傷害提升到八十一百層了 好 提升超級多的 沒辦法 因為他上毒傷我們不能抵抗嘛 所以之後啊就是到了後期啊 要打這隻boss你的那個這個什麼就是 欸效果抵抗的那個裝備就要裝備好一點 可是呢有一個更方便的就是使用那個簡易無效 簡易無效這段時間呢他怎麼上毒傷都上不上去 這樣子他的傷害就不會增加了 好獲得了一顆骰子 另外呢骰子要不要抽呢 其實我覺得這一個暗霜的卡池 我的建議還是留下來 因為呢這個暗霜的卡池呢 他並沒有把我覺得很好用的這個冰的角色放進去 比如說那個護盾的菲洛西亞 譬如說那一隻人魚 那其他這隻角色呢大概就是召喚跟冰霜吧 可是我自己覺得啦 目前召喚冰霜呢可能強度不是那麼強 然後呢我們的目標是在推王跟推主線嘛 那以現有的卡池 我覺得紫色的角色 推王跟推主線比較有用一點 譬如說像這隻霧雷蛇蠻有用的 然後其他角色的話呢我覺得還好 目前賽季我覺得最重要的就是坦克堅卜斯的這一隻加里霧斯 以及這個福爾巴斯尼宗魔 因為這個賽系啊我覺得火毒會比較好用 首先呢火你有免費的火矮人 他是一個單坦非常坦的角色 第二個毒你有毒奶 一開始就有 而且他的那個奶量非常的夠 再來火隊的狂野隊也非常適合打單體傷害 你在打海王用狂野隊的話呢 可以比較節省裝備喔 而且狂野隊的話呢 也有很多平價高傷的角色可以使用 另外這一隻霧宗魔 哇這個能補血能降攻能清除簡易 所以說如果抽到這一隻的話呢 這個賽季的話會變得非常的輕鬆喔 因此這一個暗霜的話呢 我是想要留下來 因為我覺得就算抽到裡面的這個傳說角色 對這一個賽季的幫助並不是很大 尤其召喚流就是一個純輸出 那你在推BOSS啊你是需要續航力的 所以呢純輸出的角色呢 其實被替換的機率很高喔 好我推到了31關 然後我們來看一下齁 這邊有個每日獎勵 1到49層呢都是一樣的 這個清河 50到99呢就有這一個金幣了 最重要應該是100層啦 因為呢這個造物精粹非常的重要 每一個賽季呢 你想要把所有的神器升到滿是不可能的 所以說呢這個造物精粹就會變得是非常的關鍵喔 好那簡單推了一下呢 我們就來玩一下國際服沒有的萬變迷譽吧 這個就是手遊常見 而且也是最好玩的那種爬塔喔 你就是可以選擇一個爭議 然後呢選擇下一關你要走的地方 好我們就隨便選一個吧 那這裡的話他說跟天賦還有這個什麼元素清河不一樣 那因為呢一開始你要選擇上的角色 然後裝備也沒影響 沒有天賦影響 所以就是看你的這個角色怎麼搭配 哇 我選到了一個是什麼 這一個是 對方也是召喚流嗎 哇糟糕我要輸了嗎 喔 這麼多召喚 哇這次boss太難了太難了 那我可以暫時離開嗎 打不贏認輸喔 以死亡的英雄無法出戰 哇那這樣怎麼打不贏啦那怎麼辦 我可以放棄本局啦 OKOKOK 他是一個禮拜結算一次 好相當失敗啊 那那怎麼辦呢 重新挑戰會花什麼東西嗎 好像沒有 難度一挑戰完才可以繼續往下挑戰 要上什麼角色呢 那個時候我還沒有火矮人喔 火矮人 這個是坦克必烈 然後呢毒的希格利德 全體射 有這個是範圍電很方便 這個也是降攻擊力的 再來如果遇到boss戰的話呢 阿德莉降他的威能 最後我選一個萬用的烏殺好了 好就這個樣子囉 當然是要挑戰精英啦對不對 你可以獲得比較多的這個祝福 前面獲得什麼祝福 影響到後面喔 然後坦克站在前面 烏殺站在後面 補師在後面 那這裡的話呢 希格利德也是站在這邊 這一隻電系的大招可以降低攻擊力 然後也是負面狀態 好過關之後呢 可以獲得這什麼 謎域的金幣 這可以用來在這個機制裡面買東西喔 然後可以選擇要用什麼爭議 因為我剛剛挑戰是比較難的 所以說呢我可以選擇兩次喔 自身爭議持續結束有50秒 哇糟糕 我好像沒有選擇什麼爭議的耶 那我又沒有選擇召喚 他有很多這個召喚的 可是我剛剛用召喚 不是很強耶 接下來的話呢 治療復活不需要 好吧購買祝福 看來我只能選擇這一個 施加檢疫獲得一個爭議 好就這樣子 好這個金幣非常重要 那我們就繼續前進吧 Boss也變了喔 握雷蛇 握雷蛇 握雷蛇是打全體的 然後剛剛這一隻超級痛 但是打全體的比較好控制 因為在他開大招之前呢 我們給他上一個攻擊下降就好了 試試看喔 也沒打過握雷蛇 所以呢我上這隻角色 他是範圍寒霜再加上負面狀態 這樣子呢我的那個希格莉德就可以一次射了 你看對方就有這個負面狀態 寒霜嘛對不對 只要是負面狀態呢 希格莉德就能一次射 可是我現在這個時機點不大對 應該是讓那個拉瓦 放了那個負面狀態之後呢 希格莉德再一次射 所以我們等一下 希格莉德是藍色角色 他的技能比較快一點 拉瓦放出去 大家有這個寒霜了 寒霜上去之後希格莉德一次射 對大概是這個樣子 流程是這樣子 好終於獲勝了 第一層獲勝了 OK那我們繼續吧 喔還可以再繼續往下走是不是 那來看一下說我獲得了這個爭議吧 這一招我覺得沒什麼用 然後最重要一個是這個吧 減傷我原本抽到 這運氣很好 一開始就抽到 而且是傳說的 另外大概在第三層吧 有一個強化的祭壇 然後呢我選擇強化他 就15%變30%了 這個就是強化祭壇 我覺得他很有用喔 所以說我們來看一下齁 你選擇強化這邊呢 他可以免費強化一次 再來就要用金幣了 我覺得減傷是最實用吧 哇你看減傷到45%欸 好全部都減傷 在600塊錢強化 那這個比較便宜 攻擊力的話呢 我先選擇 減傷要啊 減傷到75%喔 哇最高等級的不好意思 再來的話當然是攻擊力啦 哇我減傷75%欸 第二層繼續前進 不通不通啦 再來哇第二層的boss 這要怎麼選啊 蘇塔單體傷害很強 骷髏女 這個會打掉威能跟負面狀態 可是他的技能又好像有點不大一樣 我選擇蘇塔好了 因為我比較怕負面狀態 而且我的減傷已經很強了 好了那我們就試試看囉 減傷75%行不行啊 來肌肉棒子 嘲諷你 降你攻擊 靜療 哈哈哈哈哈哈 不痛不痛不痛啊 哇 看來減傷75% 沒有什麼問題喔 喔 挑戰結束了 第二層 第一個難度的話呢 就是兩層的 哇 又獲得了好多資源喔 再來我可以挑戰難度二了 難度二的話呢 可以選八個英雄 我依舊是選這幾隻 這個不知道我們等級天 喔好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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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一下都喊不住了 哇這可能是跟你的等級有關係喔 因為我們這一週的話呢 等級最高就只有70級而已 好吧先放棄本局吧 那我只好繼續再打難度一啦 再來這一季的混合要怎麼點呢 我覺得真的沒什麼好想齁 就是兩個屬性讓你選 一個是火毒 一個是冰暗 冰暗的話呢 看來是官方目前正在推的主流 但我個人真的是 不是很想抽這一個喔 因為我們看齁 我覺得冰可以用好幾個賽季的 這個菲洛西亞 以及這個人魚不在那個清單裡面 暗的話呢 拖鷹還有這一個古溫迪也不在裡面 所以呢這一系列的角色 我比較沒有興趣喔 當然啦如果說你有支援抽到300抽 獲得這一個冰的幻神的話呢 也是幫助很大喔 這個在競技場的話 非常非常的猛齁 直接血少斬殺 那不過齁 我已經存到70抽了 我自己說不抽這個呢 我們就抽日盲召喚吧 這個是大混池 但是這個大混池呢 欸幻神也有機會齁 很小的機會啦 那我們就看看齁 我抽出的第一個傳說角色會是誰咧 我已經聽音樂就知道是不是了 哇狂野很好用的藍色角色出來了 然後這個暗的補師 我覺得不如毒奶喔 一次抽10次真的超爽 可是70抽保底 哎呀又拉出來了 他的光環好用 全體增加攻擊力 然後呢 電又可以沉沒敵人 加上攻擊下架 太棒了 趕快補強一些紫色角色 只是這兩個紫色沒什麼用齁 如果能夠中那個 尼中魔或是家裡巫師就好了 有了 哦 胡子哥 他可以拿來打威能 其實如果說主神那種 打威能隊的話呢 也是可以用 好結果我第一隻是胡子哥喔 30抽就中了 大家覺得運氣如何呢 但是手癢 我們就繼續抽下去吧 不過是火的角色不錯耶 我本來想玩火了 然後我想再繼續抽 也是因為說紫色神器啊 有降防禦力的很重要 那你抽到重複的紫色角色 你才可以換到這個高級刻印石嘛 所以我們再抽一下喔 喔 維卡克 這個可以清掉負面狀態 但是平價的話用恩娜就好了 來看一下齁 換一個傳說神器要30 哇 要6隻重複的喔 不管不管 繼續抽 膽小鬼 哇糟糕 再來喔 這個 哇好像也用不到 好吧沒差了 欸有了喔 正好 我可以停了 哇 雙子 蛤 我竟然中了 天命人 悟空 那我可以錄這隻角色了嘛 難道這是國服全村的希望嗎 啊可是他要搭配無味的角色呢 我方無味進行普通攻擊的時候呢 他會獲得直跟破 所以我不上無味的英雄跟他搭配的話 他就沒有辦法累積啦 因為他的特性就是無味的角色不斷的打 然後他就增加直跟破 有直跟破呢這個傷害減免 有破呢大招打下去威力就非常強 那直的話看起來可以一直累積 破的話呢就是這段時間如果無味角色啪啪啪啪一直打一直打的話呢 他就狂疊疊到50層然後轟下去 好的好的齁 我已經抽光光了 可惜我抽了70抽 還是不能換一個紫色的神器啊 就是這個傳說的 那我第一個要換什麼呢 當然最重要就是降防禦力啦 不禁王的冠冕齁 這是我推薦第一個要換的 那如果說第二個要換什麼呢 我推薦攻擊力 巨人的眼球威能傷害增加 再不然就是魔玄八音盒喔 因為這一個的話呢有加重擊率 讓你在撐裝備的時候呢會比較好撐一點 不過呢抽了這麼多藍色的英雄呢 先隨便換一換 然後不用花太多資源升級 不過初期的話你也沒那麼多強的神器啦 所以呢我們可以稍微選一下 這個可能效果命中差一點的話呢 用這個神器簡單來撐一下 然後這個陀螺裝上去呢 就算你不升級也有增加15%攻擊速度 很適合五位隊的角色喔 這一個是在營地裡面你可以設置的這個練習場 我覺得蠻好用的 然後我們隨便設個90級喔 我們看看白猿光他如果說只有一個人的話呢 好他攻擊他自己本身是無味的 所以說我們可以看到齁 他不斷的在累積他的直跟破 直跟破增加 大招打出去之後呢 破全部都被打出去了齁 破一點的話呢就是增加2%攻擊力 最多累積50成 然後直的話呢就是可以一直提升上去 那我們這邊的話呢我們來選擇五位隊喔 然後呢用一些攻擊快的 譬如說這個沙格羅 五位隊攻擊力很快 五隻五位隊 我們來看一下齁 有沒有大家打 喔他的那個直跟破累積超級快的 打出去齁 破都消失了 但是呢直一直累積 殺果羅 看來他的那個值已經滿了 就是30成齁 所以他的一般戰技能就是可以打四下 齁 然後大家一直打呢就是讓他的這個大招威力變強 不過就是純輸出手然後打單體 不過打單體的話呢齁 作為怎麼講呢 單打boss打高傷啊 或者是打海人的話我覺得應該有用喔 但是你要考慮的是一場戰鬥 你不可能上五隻攻擊角色嘛 你要上坦克啊你要上輔助啊 所以白雲弓強不強呢 我覺得齁在前期的話應該是滿好拿他來推圖的喔 因為呢這個值30成疊上去之後呢 就是15%的傷害減免跟15%的吸血 那就算你不跟其他人搭配呢 他自己也可以慢慢把他的這個值給升上去嘛 因此怎麼辦呢我已經點火毒了 可是啊光電光電我就沒抽到好的坦克跟那個補師啊 我如果抽到紫色的家裡巫師的話 那我就不用考慮了 我就直接光電無味玩下去了 但是以平民來說 你一開始一定有的就是火矮人跟毒奶 所以我覺得點火毒會比較適合一般的玩家喔 好吧抱歉白員工我還是決定點我的火毒了 可是我還是會用你的 OK那本來還要再講三隻裝備boss的這個打法 但是呢影片要太長啦 大家好像比較習慣看這個短影片 OK那就先賣個關子下個視頻再見吧 如果喜歡我的影片麻煩一鍵三連關注我 那我是阿天我們下次再見拜拜